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色經》的直播 我們這段時間都是講到聖靈充滿 而我們是講到聖靈的工作 這幾次就是講到聖靈會 其中一樣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怎樣 就是講到聖靈可以帶來心靈的醫治 有很多人都在聖靈的聚會或者是他親近神的時候 敬拜的時候覺得心裡好得安慰 裡面的憂傷一步步釋放出來 這個是一個開始就是聖靈工作的開始 但是聖靈工作不單止是在聚會的 是很重要是整個全人的醫治 包括他的思想的醫治 我們這次是會講到怎樣 我們可以怎樣得到心靈的醫治 我就傳了一張slide出來 就講到《以財日書》61章一節 猜顯我醫好傷心的人 這個經文也有講到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樂猶代替悲哀 讚美醫代替悠傷之靈 然後下面我講了七個可行的步驟 這些不是絕對性的 不是單是這些的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都可以 不過這些是一些我們可以用得的方法 第一就是深信神愛自己和想祝福自己 因為神的愛真的很大 神在創造 創造我們很奇妙 還有是 他 差遷耶穌為我們死 他 聖靈感動我們信主 他又賜給我們各樣的食物 又賜給人有感情 神本身有感情 聖靈帶有感情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多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神的愛的 那在未開始之前 就有一個姐妹就問這個問題 她就說有很多人是很難去相信神的愛 那我們怎樣幫這些人去深信神的愛呢 那就是從我們的經歷 我們都發覺很難 那有個原因 因為有很多人在低層之中 他經常注目在他的困難 就沒有看到神的恩典 也都不覺得那些恩典是 就是他經歷的好的東西是恩典 那所以 我們都可能在講這些 證明神的愛之前 都讓他去反思 反思一下他的思想模式 怎樣可以呢 不是經常困住在自己的思想模式裡面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只想那些困難 所以他們看不到神的愛 那可不可以調教一下 在這些困難中都看到神的愛 那在人越經歷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日常可以經歷的東西 就可以越看到神的愛的 就算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總有人對我們的生命是有幫助的 那有些人就是說 不多 就是因為那些人呢 又傷害我 不過即使他傷害我們呢 譬如我們的父母 那的確是有些父母是有傷害子女的 那有很多人就說 我父母都不好的 那但是 又很真實的一件事就是 父母起碼呢 是臭大我們啦 有照顧我們 讓我們有食物啦 能夠長大啦 那當然有很多家庭的長大 是有很多困難的 那也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父母都是受了很多傷害 他們不懂得處理的 所以在他的心中呢 經常都是覺得這個世界很難 他就很期望子女怎樣乖怎樣好 當他得不到他期望的時候 或者他的期望是不真實的 或者就算子女有做到 但是他的父母呢 都沒有歡喜啊 就是沒有說 你真是乖啦 沒有欣賞啊 只是呢 整天批判 那 他本身受傷害 他被人傷害很多 所以他不懂得去欣賞人 不懂得去令人覺得舒服 就是其實很多人是不懂得 這個基本的 很簡單的 怎樣令人開心、舒服、被愛 是不懂得的 就是怎樣愛人呢 就是愛人基本上就是 去幫助人能夠得到 就是總之他那件事是他需要的 對於他是重要的 我們都去關心這些東西 就是比如人需要的照顧 那我們會關心他的照顧 關心他的心靈的感受 關心他的困難、痛苦 雖然他有頑皮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他頑皮就罵他 所以就會變成 在那個過程中呢 就不是顯出愛 他的心可能是愛 但是因為那個方式呢 就令對方不覺得愛 但是我們從一個角度去想 他們會這樣 有時候管教我們 都是因為他關心 都是因為他愛 所以他們會 有時候做得過分 因為他本身不懂得 怎樣去表達愛 但是我們都可以問他 你想不想到你父母 做在你身上的事 如果你沒有了 是會怎樣呢 就是可以這樣想 如果沒有了 而父母的愛呢 是跟神有關 或者是神做人的聖情 父母會有天生神給他愛 有些人可能會說 我都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出自神 那他就需要證據了 就是需要客觀的證據 證明這個世界 真是有神創造的 萬物都是神創造的 在這裡我們都說了 簡單地說了 怎樣我們證明 這個世界是神所創造的呢 第一就是 每一種的生物 他的身體裡面 都有很多很多種很奇妙的設計 是證明有神去設計創造的 雖然有些人說進化論 等一下我會回應一下 簡單回應一下 例如我的眼 這樣 因為眼是最容易解釋的 全身都不透明的 我們全身 但是唯有眼的中間和前面是透明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東西 如果眼是很軸的 我們看東西就很蒙茶茶 但是我們的眼是很清的 為什麼全身都不透明呢 如果在那裡會透明呢 那些人說進化 進化的時候 根本是盲目的 就是不知道的 比如說 他變成眼出來 變成眼出來 正常就是不會透明 為什麼會懂得在那裡 變成一個透明的球體呢 前面又透明呢 看正的中間有一個鏡頭 有一個晶體 就是會能夠對焦 而那個對焦是很強勁的 如果大家試過玩一個放大鏡 找太陽之下曬東西 都要幾寸的距離才可以對焦的 但是我們的眼球是很小的 可能兩寸之內 兩寸之內它可以對焦 就是很強勁的 還有它裡面有很多的肌肉 很多的筋 就會令到它能夠很準確地對焦 有點像一個彈床 那個鏡頭的晶體 周圍是有一些筋 拉著它 讓它可以拔行它 就是這些是不是偶然變出來 變成這樣呢 就是我們看著看著 是即時可以對焦的 我們眼睛也有眼蓋 可以睡覺 有眼淚 可以滋潤的眼 還有會殺菌 我們有一個紅膜 可以調光 因為大家如果發覺 在一個黑的地方 出去一個光的地方 就會眼睛很殘 因為那時候黑的地方 它就要開大個瞳孔 一到光的時候要收細 我們眼前面這個紅膜 我們看到一條條肌肉 我們看著鏡頭也看到一條條肌肉 那些肌肉就是把它收縮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鋪起來的 那這個也是很精巧的設計 還有後面有些感光的細胞 有些感光的化合物 讓它有光的時候可以感光 然後呢 有四條神經線 將它運去腦的四個部位 但是呢 它就會將四個部位的影像合併為一個 就是我們右眼左眼分開兩個部份 然後右眼的右邊和左邊分開兩個的 左眼的右邊和左邊都分開的 但是我們看的時候是天衣無縫的 我們不會看到中間有條線隔開 我們是會兩隻眼的影像合併 是一個很完美的影像 還有我們眼中間是有那些 好像Jelly那樣的東西 Jelly那樣的東西 這樣就供應那些營養 因為它不用血了 它用一種Jelly 然後它有一條管道輸進去 有管道出來 那裡塞了就會變成有青光眼了 青光眼就是它裡面那個壓力太大 就會迫不出來 那就要找醫生了 如果發現我們看東西 看不到180度 周圍好像越來越小的 看這個範圍 那這個可能是青光眼 就要去醫生那裡檢查 這些都是很明顯沒有理由 就是全身這麼多地方 就是這麼多樣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眼會是透明 又有這麼多功能 放在那裡的地方 就是好像我們看著一個攝錄機 攝錄機和我們眼睛比 沒有得比的 我們眼睛複雜它有億萬倍 我們不會說攝錄機是自己砌出來的 或者一隻猴子它自己玩呀玩呀 或者小朋友玩呀玩呀 弄了攝錄機出來 是一定是有高度的智慧設計 但是我們的眼睛的高度智慧設計 是比攝錄機更加複雜 比任何我們有的儀器更加複雜 那這些都是看到神愛 就是它做我們眼睛可以看到好的東西 我們在這些事情我們看到神的愛 你想一下沒有眼睛你會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活著好像一條幽隱一樣 是完全沒有眼的 什麼都看不到 又聽不到我們的生活會是怎麼樣 是很困難很困難的 所以由這些創造物 我們都可以看到神的設計 那我都簡單回應一下進化論 因為進化論就是說 化石證明進化了 其實是壟斷那個溝通 他們是控制那個傳媒 控制各樣東西 那些人就以為化石就是證明進化論 其實化石是推翻進化論的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那些化石就是把以前的生物 就是一層層的顯露出來 但是最先一層有很多生物的 叫做韓武紀 拼音來的 Cambrian Cambrian C-A-M-B-R-I-A-N Cambrian的化石層 是有很多種生物 包括脊椎生物 那這個Cambrian的生物 就是很多元化 那他們就會說 那這些這麼多複雜的生物 沒有理由一聲出現 一定是有很長的歷史 但是他們在之前那一層 叫做Precambrian 就是韓武紀之前那一層 是找不到這些生物的祖先的 這些生物是一聲出現的 那這個東西是支持神設計 創造出來的 那另外呢 由一種生物變成第二種生物 那他們很喜歡說那些人緣 那人緣那些化石呢 其實是任人去控制的 那我解釋這個意思是為什麼 譬如他們發現那些頭骨 是從來沒有一塊完整的頭骨的 當然有些近代那些是有完整的頭骨 那些古老的那些 全部的頭骨已經碎了 那他們將它砌起來 砌起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砌近一點或者開一點 砌近一點 砌開一點 那個頂部份大一點 好像聰明一點 智慧一點 砌那個嘴子突出一點 就好像像源頭多一點 這個是很有爭論性的 砌出來的那些形狀 是不是真的證明到它進化呢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而那些重要的那些 他們就不講的 他們當是人 人緣變 人緣就是源頭 變成像人 像人的就叫人緣 好了 那源頭哪裡變呢 就是老鼠變 老鼠就是所有捕獲類動物的祖先 但是老鼠呢 跟我們真的很大分別 就是腳是屈的方向是不同的 整個身體的構造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中間是沒有中間形的 從老鼠變源頭 是完全一聲就變出來 一億萬年的變化 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化石 是由老鼠變人員的 然後那些化石 你可以砌砌砌砌 砌出什麼故事都可以 但是由老鼠變人員是沒有的 不是只有它 很多種生物都是的 那些瓊也是 那些龜也是 沒有一個正在變的 那些蝙蝠應該由老鼠變 但是沒有一個正在變的 由老鼠變成蝙蝠 那這些都是給我們看到 根本化石是支持生物突然出現 還有不是由一種變另一種 是全部是獨立出現的 最古老的化石和現在的生物是一樣的 除了那時候大隻一點 也有很多是絕了種 那大隻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環境好 所以它大隻很多 但是並不是代表它們是不同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很簡單的 講到證據證明 真是有神設計 那有些人會問 那這樣化石不支持進化論 那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創造論就是對呢? 就是證明進化論是錯的 是不是代表就證明 創造論是對的呢? 證明有神創造天地謎物呢? 這個答案很簡單 因為全世界的生物 無論是動物植物 細菌 或者是那些真菌 就是冬菇類 或者是毛菌 或者是病毒 就是virus 所有它的遺傳因子 都是同一個密碼 那些密碼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有那些在遺傳因子裡 有四個化物 就是簡稱A、T、G和C 那它的排列 就是不同的排列 就會是不同的氨基酸的 而這個密碼 在所有的生物都是一式一樣 因為這個世界是真的很合一的 就是所有生物是合一 同一個設計的 如果不是變出來 就是設計 一定是有一個設計者 就是創造了 所以沒有第三個可能性的 就是有同一來源的時候 如果不是進化出來 就是創造出來的 而這些化石是證明的 那些生物是突然間出現的 在韓武紀 大家如果上網找Cambrian 那些living things fossils fossils就是化石 F-O-S-S-I-L 你找Cambrian C-A-N-B-R-I-A-N Cambrian Fossils 那你會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非常精巧的生物 那這些都是突然出現 還有由一種生物去另一種 是沒有中間形的生物 它們所謂的中間形生物 是非常牽強的 譬如有一個叫始祖鳥 他們說始祖鳥是爬蟲變鳥仔的 中間形生物 但其實始祖鳥已經有羽毛的 是會飛的 所以始祖鳥並不是鳥仔的祖先 亦都不能夠證明 鳥仔是由爬蟲變出來的 譬如蝙蝠一樣 根據進化率是由老鼠變 因為根據進化率是最像老鼠 蝙蝠 那隻腳怎麼變成翼呢 變緊的過程又不懂得走 又不懂得爬 又不懂得飛 這個最重要 就是如果隻腳變成翼 變緊的過程 變不變 不可以走 前腳不能走 又不可以飛 而且不是這樣生膜出來便會飛 它是有個很特別的肌肉 令到它能夠可以發很多千下 那些鳥仔飛 譬如那些鳥仔飛 那些鳥仔飛 飛得很遠 它怎麼可以不太累呢 如果我們人做一百下 已經累得不得了 因為它的肌肉和我們構造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是神很奇妙的設計 讓我們看到不是變出來一定有神創造 而神創造是充滿愛的 證明有神設計 這個神就是很有愛心 祂做我們的身體叫我們能夠享受的 神是做很多很漂亮的東西叫我們能夠享受的 我也很喜歡拍鳥仔的 那些生物的顏色真是非常奇妙的 我們人穿衣服不會撞色撞到像鳥仔那樣的 鳥仔撞色 什麼色撞什麼色都可以的 但是都漂亮的 但是人撞色就不行的 還有耶穌也說的 祂說你看他們的八花 祂比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所穿的衣服更加漂亮 如果大家看看衣服的質地和花的質地 花的質地真的很漂亮的 很精巧很簡單 但是很漂亮 雖然很脆弱 因為它不需要很硬的 它不是衣服來的 但是它很漂亮 它很足夠達到它的功用 就是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吸引一些蜜蜂 各樣昆蟲去採蜜 讓它可以傳播花粉 為什麼那些花又會做顏色出來 這件事很奇怪 整棵植物就是綠色為主 為什麼那些花會做到這麼漂亮 這麼多花款的呢 還有這麼多種的方式 它的花粉的位置 是每一種花都不同的 就會吸引不同的昆蟲 這些都是很奇妙的設計 是神出於愛去關心我們的 所以我們由這些去思考的時候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花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蝴蝶會是怎樣的呢 沒有鳥仔會是怎樣的呢 沒有魚會是怎樣的呢 我們很多東西 英文說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說 當證它必然的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神設計的 所以當我們想到神設計 我們就說 其實神的愛是 真是在很多地方都顯露出來 有幾大類的證據證明神的愛 就是神的設計 神的創造 還有神創造是有感情的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動物 尤其是狗、貓 是有感情的 就算是獅子老虎和他的子女都是有感情的 這個是很特別的 就是神做的生物 不只是做的生物出來 還有做人也是 人有感情的 就是因為神有感情 所以做出來的生物都是有感情的 這個都是很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代表我們將來去天堂都是有感情的 我們看到神都是有感情的 是真是神是令到我們生活可以是開心的 不過很多人呢 他看到一些東西好吃 他又不感恩 就是他覺得必然的 就不會覺得 這麼好啊 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留意一下那些食物 例如芒果那些香味 菠蘿有菠蘿的香味 這些食物不僅是有它的味道 它是有香氣、香味的 所以吃東西之前一聞一聞 就是更加享受 都是神給我們享受 也都對我們身體是最好的 自然的食物 對人是最好的 那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那在自然界 那然後 神就看到人有罪 所以他差遣耶穌救我們 這個都是很大的恩典 因為神可以不救我們的 就是我們有罪 是我們負責 神不需要救我們 但是神是計劃了救我們 並且用的方法就是 居然神的兒子 為我們降生做人 承受很大的懲罰 被人看小 被人厭氣 然後受最大的刑罰 神是設計祂的兒子 是會經歷這件事 神是知道的 將來耶穌是會被釘十字架 而釘十字架是一個很羞辱 和很痛苦的刑罰 在十字架上 很多個小時 有些人甚至一天都不死的 還有那些衣服是脫掉的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相片 通常都是有穿著小小衣服 但其實在真正的 釘十字架的紀錄是沒有衣服的 他們是很羞辱的 掛在那裡 讓人們走過去 揹笑他們 說他們做了錯事 應該受釘十字架認罰 但耶穌是無罪的 為我們釘十字架 要我們可以去到天堂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有這麽大的恩典 然後就是聖靈 神會叉眼聖靈感動我們去悔改信主 因為我們本身不懂得去找耶穌 有很多人在報道會裡面 或者有人帶他去信耶穌的時候 他會感受到平安、興省、感動 這些都是神臨在他身上感動他 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還有我們信主之後 聖靈都會感動我們悔改 我們很多次不聽話 神都沒有放棄我們的 他會繼續感動我們 聖靈在我們心中不斷的工作 而當我們放下煩惱親近神 都是有平安喜樂的 那我問過很多憂鬱的人 我說你呢 你讚美神那時候有沒有開心點 他說有的 不過他讚美完 待會面對這些困難 又忘記了 他沒有習慣去記住 那所以如果他也有經歷過的 那我們就說 你記實這件事 神是可以經歷的 因為神出於愛 所以叫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感動 那這個是很大的禮物來的 你就感謝神了 那這個需要學習的 就是心裡面說 神給我們這麼多好東西 所以我們就學習有神萬事足 神是會祝福我們的 而就算我們失去任何的東西 有任何的傷害 因為人很多時候介意 他們覺得世界上很多的傷害是很慘的 很不公平 他覺得如果有神 神應該叫我們不要受苦 但是耶穌都解釋清楚 他說世人都會恨你們 但恨你們之先 已經恨了我就是耶穌 他恨了耶穌先 所以恨基督徒 還有人都是充滿罪性 所以充滿仇恨啊 疾度啊 各樣的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世界上 除非神 直接馬上帶我們去天堂 如果不帶去天堂 這個世界一定是有很多的煩惱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 因為注目在那些煩惱 那他們覺得 有煩惱我怎麼辦呢 那他們不明白一點就是說 神是會祝福 凡愛祂的人 這個聖經很清楚說的 神是愛祂的人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 遇到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神是預備很多好的東西 還有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愛神的人 在萬事就是順境逆境都會得益處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意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的 聖經是講到 神會祝福那些關心天堂的 天堂的人 以及被耶穌作王 就是先求神的國際 就是關心天堂 想多些人相信耶穌 以及被耶穌作王 耶穌作王就是祂的天堂 以及遵從祂的意 先求祂的意 這些人呢 就是遵從神的吩咐 義就是遵從神的律法 這些人呢 神就將各樣的恩典給祂 但是相對地呢 當人沒有去親近神 沒有愛神 祂活在虎虜之中呢 祂是會 就算祂信耶穌也是虎虜的 這一點是很多人不明白 祂以為呢 我信耶穌就應該凡事順利 聖經的應許不是任何一個信耶穌的人凡事祝福 神應許是聽祂說的人神祝福 但是祝福不代表沒有困難 因為我們活在世上一定有困難 所以祂的祝福是什麼呢 就算幾大困難都好 神都可以大大發揮我們的生命 大大祝福我們的生命 提升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的生命蒙福 當我們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會叫我們的生命蒙福 中間可能有很多的困難 我自己都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一直堅持信靠神呢 在所有困難中我發覺我的生命更加成長 以及各方面都蒙神的祝福 所以那些不好的人對我傷害 是完全拿不走神的祝福的 但是在過程中我們是有苦惱的 就是有煩惱的 那我們就要學習 不要介意這些 就是去數算神的恩典 我們神是超越一切的 神掌管很多人就不相信的 就是他不相信 神是超越一切任何的不好的人 任何不好的我們的祭慾 這些一切呢 神都超越的 神是可以幫助我們的生命更加提升了 提升不代表是 那個祭慾全部是好的 而是那個祭慾對我們有益處 就是最終是對我們有益處的 是凡事對我們祝福的 好 那我們 最後先我們簡約就講到 就是當他思想神的愛 每一樣東西思想神的愛 我們親近神又會有平安 就是神的愛來到我身上 神祝福我 那這個就是得醫治的基礎 而很多人他不能夠進入這件事 是需要去逐步幫助他 他可能第一次跟他說了 他都未必這麼相信 我們可以跟他祈禱 祈禱你覺得鬆了一些 就是耶穌來祝福你 就是耶穌愛你 所以你的生命是會更加好的 這個就是幫他一步步去接受神的愛 那我們這次就講到這裡 讓大家有些發問或者是回應 有沒有人想發問或者回應 那牧師 這些醫治呢 申明醫治 你是不是跟著 什麼時候會放上去那個網那裡的 你說什麼意思 就是我現在這個 我說金堂這些 金堂這些 即時已經直播的了 在出直播然後 然後呢 是啊 還有呢 還有呢 就過了幾天呢 有時候不是幾天的 有時候是一兩個星期 就會我們有人就把它剪接了 就放上去的了 啊 你那些還沒剪接的 就今天就放上去 是啊 即時直播 所以我每次都說直播 去YouTube 好 謝謝你 好 OK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的問題想問或者回應 OK 那如果沒有發問呢 我們現在呢就祈禱求神賜給我們平安 興省醫治 深信神的愛先 首先 深信神的愛 讓我們呢 在這個神的愛中 都開始會有心靈的醫治的 其實這兩樣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呢 就是經歷聖靈 第二個呢 就是思想神的愛 那這兩樣是不同的 那什麼意思呢 一個是屬於靈的 一個是屬於思想靈域的 思想靈域就是我們思想神的愛 那靈的呢 就是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靈運行 就叫我們經歷到神的醫治 這兩樣呢是需要相扶相性的 就是我們經歷聖靈 有很多人呢 他們就會怎樣呢 他們就會是很多時候呢 就 只是經歷了 就沒有進入他的思想領域 什麼叫沒有進入思想領域呢 就是說 經歷神很大的工作 他就不會說 哇 真是好 我經歷了聖靈很大的愛 哇 就是 哇 原來神這麼大的愛 神跟我一起 這個就是 進入的思想就是 就有感恩的心 當他有感恩的心 他以後就會 更加容易被神醫治和安慰 比如我自己在1998年的時候 我經歷聖靈 當安卡羅布道家為我按手的時候 我經歷很大的能力進入我裡面 還有很大的愛 我的心裡面 很大的回應 哇 哇 原來可以經歷神的愛這麼真實 還有呢 神的愛是這麼強烈的 哇 真是 好得無比呀 我從來不知道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我不知道神的愛可以這麼真實的 那所以呢 我當時來講 就是進入的心裡面 神啊 我想時時活在這種愛裡面 還有呢 我想呢 可以幫到人 如果這個報道家都有這樣的能力幫到人 神應許所有信他的人 都可以給神使用 神都可以祝福我的 讓我可以祝福多人 那我就是這樣相信呢 我就 真是去追求 去親近神 也都時時 深信神在愛著我呢 那我那個 經歷呢 是繼續持久 行久 神呢 逐步將我傳言的醫治 就是說呢 一個就是熟靈的經歷 神的靈在我們心裡運行 帶給我們醫治 另一個呢 就是思想靈活的改變 那為什麼很多人不得到醫治呢 因為他的思想是經常停留在困難啊 那些人真的不好啦 或者他們接受不了人的罪性 他們就說 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的呢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衰的呢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還有他就說 他也都不接受到 就是神為什麼容許這些困難 為什麼容許這些這麼不好的人存在 那如果神不容許這些人存在 唯一的方法是立即審判的 就是立即世界末日 如果不是世界末日 其實仍然有人在世上 都必然是有很多人的問題的 但是神呢 祂不是選擇 現在立即將這個世界完結 祂是選擇 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我們有困難 但是當我們依靠祂的時候 親近祂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思想上去接受 我們世上仍然有苦難 有苦難不代表神不愛我們 只是代表 因為這個世界是有罪的 所以有很多很多各樣的問題 那剛剛我補充了這一點 那就是說 靈的領域和思想的領域 被神去更新改變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想詢問呢 可以說的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祈禱一下 我們去親近神 思想神的愛 讓神的愛醫治我們 讓我們日日都活在神的愛中 其實我們有一位 這麼愛我們的神 真是很好的 就是 當人沒有耶穌 他們是沒有擔保人 對他愛的 父母的愛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都有缺陷 因為人有罪 所以會有缺陷 那已經是最大的了 那很多人以為夫妻的愛是很大的 其實呢 父母的愛是更大的 因為父母的愛 它是真的 父母始終都是對兒子 是有一種愛和憐憫的 夫妻呢 當一反面的時候 即時就會 可以忘記了所有以往的事 當他們反面的時候 就是 仍然好的時候 到底是想得到對方的益處 還是真的想祝福對方 其實很多夫妻 未必是真的想祝福對方 只是他想得到對方的照顧 對方的好處 而不是說我想我怎樣去祝福對方 只是這個人的本性 所以會帶來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去感激神 感激神的愛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被神去醫治 我們一起可以站起來祈禱 放鬆個人 將一切重担交給耶穌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你真好 天父你真好 神你是充滿愛的 充滿憐憫 真是一位 完全完美的神 你創造這麼奇妙 在你的創造中 都顯出神你的愛 在我們的心靈 身體 我們看到神的愛 神做人有靈魂 並且人是會尋找神的 會思想關於永恆 這個是神放在我們的心中 神賜給我們感情 因為神你充滿感情 我們多謝你 我們有一位這麼愛我們的神 真是我們不配的 不是我們賺回來 不是我們做得好 所以神你愛我們 而是因為你就是愛 神就是愛 神就是愛 神就是充滿愛的 我們多謝你 我們全心感激你 求主幫我們去感激你 如果有一個人救我們的身體 如果我們差不多浸死 有人救我們的身體 我們都會很感激他 我們會回報他 何況神救我們的靈魂 並且為我們預備 永恆的天堂 和永恆的福氣 這件事是人做不到的 就算有一個人救我們的身體 他不能夠永恆地祝福那個人 但是神是永恆地祝福我們 神真的有你 是我們萬事足 一切你都給我們 求主幫我們數算你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就深信以後 你都會給我們更多的恩典 深信我們越愛你 你就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很多的恩典福氣 都會隨著我們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日活在神的愛中 深信自己是蒙福 是被愛的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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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聖殿告訴我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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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聖殿告訴我 神你真好啊 神你真好啊 神你真好愛我們 神你真好愛我們 你真好關心我們 你真好關心我們 你很想把各樣的恩典福氣 傾倒在我們身上 你很想叫我們一生都蒙福 走在你的完美計劃裡面 神你真是 為我們所預備的 都是全部是美好的 但可惜很多人是沒有欣賞你 沒有感激你的愛 也沒有遵從服侍你 沒有全心去愛你 尊敬你 遵從你遵從你遵從你 遵從你遵從你 求主射見我們 叫我們真心悔改 真心感激耶穌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說 神我們雖然不配 你依然愛我們 我們雖然有很多罪 但你依然愛我們 就感動我們不要繼續犯罪 因為犯罪可以叫我們遭遇得更加厲害 可以遭遇各樣的破壞 整個生命可以破壞 所以我們就真心悔改 信靠耶穌 而其中一件罪很多人有煩的 就是經常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經常數算一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心裡積存很多的煩惱 苦惱 很多的怨恨 埋怨 求主幫助我們去數算你的恩典 求你赦免我們這個埋怨的心 想著一些不好的心 沒有去感恩 多謝天父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主耶穌我知道 你深深愛我 我 我的心 愛無你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 冠冕上 報仇 也是你眼中的同人 我 我的心 欠給你 我 我的心 欠給你 我的心 是你 冠冕上 報仇 也 是你 眼中的 道人 我 我的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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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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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冠冕上报仙 也是你眼中的道人 我的神 献给你 完全属于你 我们都很感激神的爱 真的神啊你真的好啊 我是你冠冕上报仙 也是你眼中的道人 我的神献给你 完全属于你 耶稣你真好啊 我们有你万事足 你会一生祝福我们 求主帮我们去顾念 很多世上的人 他们真的很多痛苦 很多烦恼 他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没有盼望 只是活在世上 就是希望赚多点钱 但是到有一天 他们身体一路衰败 一路年纪长大 身体一路越来越差 最后离开世界 是没有盼望 并且去到永恒的地狱 永远受刑罚 因为他们所犯的罪 得不到赦免 求主帮我们连吻他们 求主帮我们连吻他们 很想将耶稣的医治带到给他们 我们多谢天父 圣灵的医治 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心灵的医治 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将 耶稣的恩典 耶稣的爱 圣灵的医治 带到给这些人身上 让我们首先自己被医治 自己不要介意人的问题 不要介意我们的遭遇 而是思想神的爱 时事感激神的爱 我们就越来越被你更生改变 主耶稣让我们享受你 让我们欢喜你 欣赏你 活在你的爱中 时事被你的爱更生 时事被你的爱医治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求主释放我们 医治我们的心灵 圣放我们的灵 是我能敬拜灵 圣放我们的灵 是我能赞理明 羊从丹射下 是我能胆 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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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灵 来敬拜灵 主耶稣 求你释放我们的灵 叫我们的心轻松 叫我们想到你的爱 我们的心轻松 四方 我的灵 是我能敬拜灵 是我能敬拜灵 祝主呀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轻轻松松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享受祢 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去忘记那些伤害和忧伤 不要紧要的 神会医治我们的 神会补回给我们的 所有的伤害都可以放手的 我们可以放手 可以不计较的 其实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们都受过很多伤害 所以他们会伤害人 我们不需要计较 其实他们都是很可怜的 求主帮我们去联盟他们 去饶恕他们 我们就越得到神的医治 得到神的安慰 主耶稣你真好 耶稣你真好 我们感激你 我们紧靠着你 紧靠着你 从你得着安慰 得着医治 主我紧靠着你 主我紧靠着你 尽我心意我力 主我紧靠着你 以爱感动我 我心将我紧拥抱 我紧靠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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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紧靠着你 尽我紧靠着你 尽我心意我力 主我紧靠着你 尽我紧靠着你 以爱感动我 我心将我紧拥抱 我紧靠着你 我们亲近你就得望你的医治安慰 真好啊 神你真好 我们亲近你就可以被你医治安慰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主帮我们的心灵兴散 释放 让我们享受生命 我们人人都可以享受生命 就算有人骂我们 伤害我们 我们都可以享受生命 我们一转过来 我们就不计较他所骂的说话 那些说话只能留在空气 一秒钟都不够 立刻就消失了 我不需要反复思想这些事 人对我 规待我不重要的 不死得的 人对我 不要不重要的 求主帮我们放手 对所有的垃圾都放手 不要吃垃圾 而是深信神的爱 我们的生命就满有神的恩典 每日被你医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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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稣万事足 有耶稣有喜乐 有平安有爱 有耶稣有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有耶稣有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我有耶稣有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所能夺 去 哈利路亚 哈哈 我有耶稣有喜乐 哈哈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我又 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哈哈 我有这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给我 非世界所持 非世界所能夺 去 哈利路亚 哈哈 多谢天父 神啊 我有你的慈爱 我有你的拥抱 我有你的关心 已经足够 神你会祝福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整个生命越来越好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贪爱世界上的事 而是真的想想我们怎样 可以祝福周围的人 可以带 将安慰意志带给他们 他们很需要神的意志 但他们 看不到耶稣的尾线 求主帮我们活出这个尾线 并且为主你作美好见证 也都使用这个网上 所有的工具 可以传扬我们的见证 去影响别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们享受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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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赏你 耶稣 我真爱你 耶稣 真爱我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耶稣 真奇妙 耶稣 我真爱你 耶稣 我真爱你 耶稣 真奇妙 耶稣 耶稣 我真爱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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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我 耶稣 祝耶稣 释放我 耶稣 耶稣 安慰我 耶稣 耶稣 改变我 多谢天父 有神万事足 有耶稣真好 我们享受你 我们感激你 我们欢喜你 我们喜欢你 我们愿意行你的路 求主 诗人 祝福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愿荣 要重赞归给你 我们全心爱你 全心感激你 欢喜你 喜悦你 神你真美好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 利路呀 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享受生命 哈利路呀 哈哈哈哈 我们可以享受生命 我们可以享受神 享受侍奉你 享受祝福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祈祷 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有没有人有回应 或者是问题 关于赞美天的创造 我有一点点补充 因为有些人就说 很奇妙 那是不是代表 进化论不是对的呢 但是代表 创造是对的呢 这个答案是很简单 因为全世界的生物 无论是动物 植物 细菌 或者是那些真菌 就是冬菇 或者是猫菌 或者是病毒 就是virus 所有它的遗传因子 都是同一个密码的 就是那些密码呢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在遗传因子里有四个化物 就是简称A、T、G和C 那么它的排列 就是不同的排列 就会是不同的氨基酸的 而这个的密码 在所有的生物 都是一式一样 所以呢 如果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 是真的 是很合一的 就是所有生物 是合一 同一个设计的 如果不是变出来 就是设计 一定是有个设计者 就是创造了 所以没有第三个可能性的 就是有同一来源的时候 如果不是进化出来 就是创造出来的 而这些化石是证明 那些生物是突然间出现的 在寒母纪 大家如果上网找Cambrian 那些living things fossils fossil就是化石 fossil 你找Cambrian c-a-m-b-r-i-a-n Cambrian 的fossil 那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 非常精巧的生物 那这些都是突然出现的 而且由一种生物去第二种 是没有中间形的生物的 它们所谓的中间形生物 是非常牵强的 比如有一个 始终鸟 它们就说是 小鳥 变出来 不是变中过程 但其实始终鸟已经有羽毛 是会飞的 所以根本是没有 一样的生物 就是 因为 那个想法 比如 蝙蝠 是由老鼠变 因为 根据进化论 是最似老鼠 蝙蝠 那脚 如何变成翼呢 变中的过程 又不懂得走 又不懂得拍 又不懂得飞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脚变成翼 那变中的过程 变不变 不能走 就是前脚不能走 又不可以飞 而且不是这样生出膜 就会飞的 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肌肉 令到它能够 可以发 很多千下 那些小鳥飞 譬如那些 那些鸟鸟 飞到很远 它怎样可以 就是 不是那么累 如果我们人 弄一百下 已经累到不得了 因为它那个肌肉 跟我们的构造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是神很奇妙的设计 那就给我们看到 不是变出来 就一定有神創造 而神創造是充满爱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活在神的爱中 得到神的安慰和医治 整个人得医治 任何地方未得医治的 我们都处理生命 整天深信神的爱 数算神的爱 数一下他有做过什么好的东西 在我们身上 然后就那些垃圾 我们留意到 有些人说的说话 都是伤害性 我们不需要吃的 那时候呢 我们整天装满 就是恩典 我们的人自然就会开心 而且深信我越走神的路 尊重神 慈奉神 神一定越大祝福 我整个生命就会更加蒙福的 那我们就会亲眼看见 我们生命怎么被提升的 当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原来万物 是证明有一位真神创造 而不是进化出来的 真的是有一位 很智慧的创造者 还有他很爱我们的 他创造万物 都是为了祝福我们 叫我们能够享受生命 享受食物 享受这个大自然 希望我们都会去思考 去寻找这位真神 圣经有很多的预言 证明他是神的说话 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他一早预言将来会发生的事 让我们知道 真是神是知道将来发生的事 譬如在耶稣未来之前 一千年 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的刑罚 圣经已经预言到将来 耶稣来到 是会被钉十字架 他怎知道将来 那些人是会将人的手脚 钉穿来到钉十字架呢 那神是一早知道的 所以他能够预言到将来的事情 圣经也预言到不同的事情 譬如现在末世 很多的地震 饥荒瘟疫 海啸 圣经讲到将来 因为波浪的响声 很多人就方方不定 但是以前是很少海啸的 因为现在天气的变化 就有很多海啸 很多变热 圣经也说到将来会变热 很多汗灾 和瘟疫 很多疾病 现在是传播得很快 圣经也说到 在末后的日子 会有很多战争 很多扰乱 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语言一路应验 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语言 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神的说话 我自己呢 以前我是不信有真神的 我是经过研究之后 我发觉真的有真神 所以我才相信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向我询问 我是彦牧师 我希望能够帮助你 去寻找这个真神 而这个真神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很充满爱 它很关心我们 圣经也都答应的 如果我们爱神 跟从神 圣经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会为我们预备 很多奇妙的恩典 在我一生中 我经历很多神的祝福 是真的很真实 很真实的 神真的会祝福 凡是爱他 跟从他的人 我们的生命 可以大大的提升 有很多人的生命 是很枯燥 很多痛苦 很多烦恼 很多重担 是时时都是压力之下生活的 并不享受 就算他赚到很多钱 都未必享受的 但是神真的能够叫我们 享受生命 开心做人 那你想不想今生开心 并且在内生永远的永生 永远跟神一起 是最好的 有些人觉得这些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人 他们有试过短暂离世 因为现在医药的进步 很多时候会可以急救 救回人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就说到他死了之后 他的灵魂出来了 就见到周围的人在救他 在做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哭 或者说话 他都说得翻出来 就真的证明人死不是像灯灭 死了之后不是消失了 而是我们的灵魂会离开身体 真的灵魂可以出来 看到发生的事 然后有些人 他们信耶稣 就去到天堂 又见到耶稣 就让我们知道 真是有证据 证明真是有真神 有天堂 有耶稣 有神 他们生命都很大改变 证明他们不是说大 是真实的经历 也有些人死了之后去了地狱 经历到很大的痛苦 是极度大的痛苦 是难以忍受 因为我们每人都有罪 我们有得罪人 得罪神 我们有说大话 伤害人 想不好的东西 心中有很多污蔚的意念 很多污蔚的行动 很多贪心自私 不诚实 神是圣洁光明的 所以当人有罪 而得不到神的赦面的时候 他是要去地狱 受永远的惩罚 是很凄厉 很惨的 所以关心我们将来去哪里 就是说 当我们真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去到天堂 并且今生永远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不像一种客人的方法 叫人信耶稣 其实是真的有证据证明 有这位创造万密的真神 并且他很爱我们 很关心我们 他也是圣洁公义的 所以有罪的人一定要接受罪的惩罚 这不是一种客人的方法 而是真的证明到的证据 证明有这个真神 而当我们听神的话 信靠耶稣做救主 他真的会祝福我们的 我们又多谢主耶稣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补血 拯救我们的灵魂 当我们真心悔改 认我们的罪 求耶稣赦面我们 真心信靠耶稣 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 是非常好的 我们就可以有经历很大的改变 当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即时经历很大的平安喜乐 神真的可以临到人身上 所以希望我们都会回应神 神啊 你这么真 我去寻找认识你 如果大家还未很肯定神的存在 大家可以跟我沟通 可以去了解去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足够的证据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将来 因为我们是将来永远远远 一是天堂一是地狱的 如果真的 永远在天堂 真的好得无比 如果永远在地狱是很凄凉的 我希望大家关心自己的将来 会关心自己 去到天堂 因为去到地狱 真的会寻找 去了解去研究 不只是关心现在的事 因为 现在的事都要过去 很多人就说 我只顾着银食啊 但其实 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做工的嘛 不是一定我信耶稣就不能做工的嘛 不是信耶稣就 神不会供应的嘛 其实 我们信耶稣 当然我们一样是工作 神是真的会供应 和为我们预备工作 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来的 凡是信靠爱他的人呢 神是会大大的祝福 希望你听到呢 关于原来呢 世上的万物是证明有神创造 你会真是尋找神 你会尋求神去赏免你的罪 求耶稣请救我们的灵魂 得着永生 那你愿意的话呢 可以跟我一起 有这个祈祷啊 求耶稣赏免我们的罪 请救我们的灵魂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有很多证据 真的证明了 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真神 万物不是进化来的 是神创造的 而你是一位慈爱的创造者 你所创造的生物 有很多都是有爱的 我们看到人 都是有爱 有关心人的心 还有有感情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礼物来的 我们也看到动物都是有感情的 就是神会创造万物 有感情 还有会懂得爱的 就是因为神你是爱的 你是关心我们的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真是人生 是很短的时间 而我们将来要面对永恒的 求主帮助我们寻找你 我们真心去寻找你 神啊 你是哪一位呢 哪一位是真神呢 我们真心去寻找 也都去研究 我们会发现 圣经有很多的证据证明 是神的说话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证据证明 真是有神创造 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到神面前说 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 求你赦免我的罪 将永生赐给我 请救我的灵魂 叫我能够今生 经历你的同在 经历你的祝福 来生得到永生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圣经答应我们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置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神很爱我们的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都得到永生 不自灭亡 反得到永生 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 真心悔改信靠你 你必然祝福我们整个生命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爱我们 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求主的平安 临到我们身上 感动我们 吸引我们 来跟从你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神你真美好 我们全心感激你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多谢天父 阿门就是真心的意思 我们祈祷 跟神聊天就行了 我们真心祈祷 神一定是 祝福我们的 那我们怎样 去继续跟从神呢 也希望大家会找一间 有教导圣经的教会 去认识神 可以去基督教的书局 找一些书 买一本圣经 可以去读 去了解 你可以联络我 我是很乐意帮助你的 你整个生命 一路跟从神 去参加教会 去认识耶稣 去祈祷 去祈祷 认罪 求耶稣赏免 和时时赞美神 神就开始改变你的生命 也都我们愿意给神 去更新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犯罪的习惯 改了去 求主耶稣赏免我们 不让人影响 不让烦恼影响 而是时时感谢神 时时欢喜快乐 遵从神的时候 神是很喜悦的 神就会凡事祝福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的生命 祝祝祝祢 希望祢都会联络我 祝福祢 拜拜 有些人可能他说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出自神 那他就需要证据了 就是说需要客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